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时间会越来越慢 达到光速的时候时间会停止 只要物体的速度达到超光速 就可以回到过去实现时空穿越 在它看来时间并非一个绝对值 而是一个相对的概念运动也是相对的 所以只要一个物体质量足够轻 运动的速度能够达到或超过光速 那么它便有可能回到过去 这看似合理 但科学家理论其实并不可行 光速是指光波在真空中传播的速度 可高达30万千米每秒 在科学家看来在宇宙的束缚下 凡是具有静态质量的物体都不可能达到光速 更不可能超越光速 而且即使在未来能够研制出一种反人类 反物理学的飞行器 其飞行速度能够超越光速 但在这个状态下 谁都不能保证人体不会受到伤害 人体可能在强大的引力下被撕碎 去掉一切可能会发生的不良后果 即便我们真的实现了时空穿越 但仍然无法改变过去 不然就不会有著名的香蕉皮定论出现了 在这种定论下 时间旅行者看似能够自行歧视 但每当其行为将要导致因果阳谬时 总会受到某些看似偶然的因素干扰 致使行动失败 看完这个视频有想说的 就在视频下方留言讨论啊 视频元素来自互联网 由头脑眼大设计剪辑制作 欣赏最新奇的创意生活 请关注头脑眼大设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